一个体重300斤的甜蝶女王 与一个体重仅有90斤的纸片人模特 他们突然互换一日三餐 这将会是怎样一场疯狂又刺激的冒险 这正是那场火爆全网的减肥真人秀 在这里 八位超级大卫王与八位瘦成竹竿的模特被聚集在一起 医生将他们一一配对 准备开启一场为期两天的饮食大逆转 今天的主角正是那位人颂外号甜蝶女王的朱莉 和纸片人模特小兽 朱莉一个42岁的烘焙大师 体重高达300斤 别看她那庞大的身躯 她对甜点的热爱可是无人能敌 她做的每一款甜点都是她亲口品尝精心调制的 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也在这甜蜜的陷阱中无法四伐 晚上当朱莉躺在床上 她的呼噜声能撼动整栋楼房 丈夫已经多年未能与她同床共枕 而小兽一个24岁的模特 身高1米65体重却只有92斤 她受的估计一阵风就能吹倒 由于工作繁忙 她常常忽略了吃饭的重要性 只靠能量饮料和巧克力来维持体力 小时候的她还是个肉食主义者 但现在却对蔬菜深恶痛绝 长时间的营养不良 让她的脸色蜡黄 连粉底都盖不住那疲惫的神情 当这两个处在极端的人站在一起 你会觉得这是一场闹剧 但正是这样的组合 才让这档真人秀充满了看点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他们将互换饮食 朱莉要尝试小兽那清汤寡水的纸片餐 而小兽则要面对朱莉那琳琅满目的甜点盛宴 这场挑战究竟谁能坚持到最后